底侧以及炮楼 是的 都没什么人 你看Pero能不能去拿 好消息是他被被拖住了 这波被拖住了 东方中不是放空的 这边TOSC的话是 拒到了一个 然后呢 手雷扔过来 直接补掉两个人打鞋 TOSC是埋在了这个两车之间 早晚要出问题 感觉就是明显的 韩式运营碰上了欧式推边 这个车被引爆 CREXY的远点又放到一个 就是这个韩式运营敏捷 然后这个欧式风格 就是这个力量 这个感觉就是 这个人也垂倒了 尤其是在这种 觉得太近了 感觉要遭重了 是的 掉下来了 是PoTKERTY的补枪 不愧是战胜了 这个键盘敲得 啪啪响 但这个投注角度 被弹开了 还行 好险 17是可以撤的 进点给压力 后点这个伐木场 北边炮楼是没人的 但是SUN SISTER在固点当中 是被打下来人了 炉子出手 那这一波再往前点的话 其实也会吃到 侧翼17的脚 你要看这个圈怎么给了 明明予以撕血 被WIKI的找到机会 没信息吗 他是过来探点的 不是在这一波当中 没有出枪 可能没给任何的信息 是的 其他队友的话是在圈边 对 这个圈真塞不下58个人了 这个圈要大渐渐 就是马蹄山 你想马蹄山有多少队友 马蹄山有4只 不过好在第一时间双方并没有大规模的交手 Face枪线不是很极重 他毕竟两边两个方向都要看 这边Relo找机会将Fiven给驾倒 那这波驾倒了之后只往一推了 LG走这个角度 好啊 Escreeze要拉一个高点了 是的 吸引了大部分的枪线的注意力 迈卡在正面 顶上BRAX已经踩到头顶了 LG好像还能架到远端 没错 实际的角度非常受限 就看这一波小北从阉线的位置拉出来 这个投注能不能给一些机会弹开 这个雷可以 这个雷可以 这个高抛没问题 是的 小五将BRAX炸倒之后 正面还打了迈卡 这样的话 A3的后点的人就很难再处理实际进点了 是的 输后的位置已经被点出来了 这个投注扔过来非常漂亮 小鬼的手雷炸倒了一个就剩高点加强的Creeze了 Escreeze 还抱大波罗呢 Pero来了 这个大波罗真的 别搞吧 这大波罗真是绝活哥呀 我看晕了 虽然说拿到四个刀来 但是Pero就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是的 这部戏里拿到是肯定往前推的 股子轩放到小北 这样的话 17只剩小鬼一个人 Pero想顺势将马蹄山这边全部清空出来 但是场上有一个独狼信息 就是GBL的Heaven Heaven的行业是场上不知道的 Pero好像是 AZ好像是有意识在看屁股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听话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右下角 伐木场也是在混战 Pero以及LG 肺子听到这个枪声差不多 应该要顶防到圈边的位置 想把两边的分数都给拿下 Pero被打散了之后 蓝圈的收割直接倒 小鬼是埋着蓝白之间 这个位置的话想要找个机会 处理的效率很快 是的 但这个投注扔过来 应该是有些声响 但是能扶起来吗 来得及 GBL的Heaven还是选择往Pero这个方向来走 另外一边 LG把Flood扶起来之后 面对的是Flocky 两边直接打一个有机会 寻了还行啊 哎呦这个头线没卡好 但是是另外一边的出枪啊 Pero推起来了 是的 推起来了 是一个好的快端 还能通过这个阴线 哦 Heaven那个信息好像一直没拿着 哎 马哥这波把Sung C的最后永远解决了 这波已经拿到八个倒汰 走出圈单人五个 Heaven还在自己的Pico Man 哎 看了看了 这波出手了 倒地之后 队友能够及时补枪 蓝圈收缩而来 这波应该是没问题了 关键是AZ这个 他要这边去进攻 应该是前点 小佐和马亦龙那边走不开了 是的 但这边 镇子跟Craxy连续地击倒 这把肺子好像是一把大分局啊 也是收了一手啊 是的 现在肺子要求稳啊 因为面对Pero还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你去蓝白之间打架 但凡倒地 这个扶不扶得起来就不好说了 哦 推销 特意找机会输出打残之后 想扔雷去Pero的位置 这个侧身没办法没看到 镜子埋了一手 又给了一箱头 哎呀 就位置太明了 这个位置太强了 你要比较打四人满面 这个位置确实不好打 这Craxy连局 双局连续两个抱头击倒吗 这Craxy太离谱了 因为Happy这个时候 往车内行进 在车上被点下来了一个 然后刚刚到车面的弱色 好像一直在吃到STK 和间接的枪线 想拉 想拉那个底坡 的话只剩NewHappy了 只剩周平言一个人 而是他面对满边的STK STK不招 这Smile已经是来到军榜第一位了 是的 而且这把看起来 费子有可能要打个账面了 还活着 是这个独牢星期依旧是没有被发现 这个过点要出手 蓝圈就在这里的身边 他想找一个意见 确实没想到 他这个圈边卡了很长的时间 没有想到还有个独牢 能够在这个蓝牌之间存活下来 其实贴得很近了 是的 都没有回头看一眼 反正战场现在分成两个部分了 就是PDG和STK这边 另外就是费子和 间接都有圈 被发现了 好像 这是被FAX发现的 其实可以放一放的 但是这个他也不想放进这个分数 场上五支队伍全是满边 费子两个人开车 他想要去进 这个双反当中 去直接反卡推斯曼 结果被放下了两个 他直接扫两个人 没错 捷子是拿到了timing Foxy和皮尔是联手方 把卢给带走了 一定要趁这个时候 把TM给灭出手 费子看有没有机会 太快了 这波 费子这边FAX一颗雷 和GIMS远点出相 将推斯曼的剩下的选手 全部淘汰出局 这门靠道具其实有难度 我经纪走了 但这个手雷 阿可特倒了 但是这个防区也比较复杂 全家战士 你一楼是埋了人类啊 这波真的是大脚步 卡卡往里进 这波基本上是把 费机送到费子的脸上了 这波是纯白铁啊 费子要笑纳 大礼了吗 还没有S1 还是满边 STK心上还有这种好事 费子心上还有这种好事 这波罗只这两个人 还能全扶起来 你能信 然后坚持 差不多过来劝也可以 他关键是没有把费子给处理掉 他进一楼 就肆无忌惮进这个一楼 他也不知道贾成 到底什么情况 就化妆了 是的 没化妆一说到 基本上就是 他正常的局 应该是先把费子 摁死 摁死了之后 然后拉出来 等防区打完 打得差不多时候 我觉得就已经够本了 这场全是枪线呀 全是枪线 费子四个人已经拉开了 费子这个时候已经 已经就是沉迷了 Hikari将潘塔打掉 这样的话最后的分数是A落 我每次都感觉 费子不到败者组不会玩 对 那把迷了马大分 也是败者组 每次要到败者组 就给你玩个惊险 自己然后最后进决赛 还真是人都换了个别 他吃鸡就已经有24分了 费子今天晚上吃饭 奸鸡不来不敢动筷子 又打一个 将普里克的分数 直接补了 十分之他得打赢 打不赢就跟你说 又是Fax 这面Vegas将他命打掉 Po被白了 又是费子 开始刷屏处理 费子能拿分吗 最后打了一个又是